很基礎的西班牙水果调酒 Sanguilla 各式各样不同的水果榴莲除外 都可以加 也非常的好做 那如果你是要调给小朋友喝的 我们就用葡萄汁 然后搭配上一个小点心 你就可以度过一个非常chill的露营啦 欢迎收看MAX帅气商桌 快到夏天了 那我觉得每次我们在 露营的时候啊 我们都会需要什么 饮料对不对 那你们有什么选择 啤酒 可乐 可乐 果汁 果汁 馴 好不好 我们要去户外入营 其实要想这种那种 微醺的氛围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来就要调一个 我们的很基础的西班牙水果调酒 Sanguilla 好不好 材料超级简单 百香果下一下 然后糖 这会有哪一些食材是不可以缺的 这一组比较重要的其实是一个 柑橘类科 柳丁啦 或者是柳橙 然后会点果汁 因为柑橘类科的精油比较香气 然后第二种比较不可或缺的就是 苹果 因为苹果也会帮助我们水果酒一个香气 但是如果你为了凸显红酒的味道 本身不要用柑橘类科的水果 我觉得也可以 只要有香气的水果 我都觉得很适合做在这组水果酒里面 凤梨呢 非常搭 芒果很棒 西瓜可以 芭蜡 完美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下一点果汁 凤梨汁芭乐汁芒果汁什么都可以 再来蓝莓 草莓 好像感觉这样煮起来算是偏酸 不会 这组其实重点是让我们的红酒呢 可以跟我们的水果 做一个就是互相交融 然后 它因为受到渗透压 所以果汁会释放出来 会让我们红酒的味道更加的香浓 然后接着 把红酒放下来 它其实有很多种的变化 好像我个人有时候也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的胡椒 或者是薰衣草 它可以做成草本的 或者是香料版本的 都很棒 那这边酒的比例要怎么赚 基本上 醉一点的话就加多一点 嗯 也不是 我们基本上的话大概是 一瓶的里面 然后醉到同样比例 重的水果 你如果你想醉的话呢 确实 因为我们这个水果酒 它待会做起来的酒精浓度 大概只剩下3 4% 那有人比较喜欢喝酒感重一点点的 我们可以在起来的时候呢 再加入一到两杯Shot的福特加 或者是勤酒 那它的酒感本身就会偏厚一点点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冰箱 冷藏一天 过了一碗之后呢 诶 这颜色很漂亮 它的香气呢 跟味道的其实都很棒了 那我个人呢 喜欢加一点点肉桂的味道啦 肉桂要先烤过是不是 我觉得烤过之后它比较香 有香气之后就把它 浸下来 拌一拌 它的浓郁感就会出来了 那喜欢喝甜一点的 或者是有特殊香气的 你都可以用蜂蜜啊 或者是 梅皮枫糖浆什么的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完成这一杯调酒 那因为是夏天 我希望 轻量感更多一点点 味道更丰富 所以我在里面多加点白蓝地 气泡水 好 放个 柠檬片 接着呢 我们就把腌制水果 慢慢的放进来 然后再慢慢的把红酒加下来 好 最后再放个柠檬片 其实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西班牙水果调酒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是要调给小朋友喝的 我们就用葡萄汁 然后取代红酒 它的味道一样会非常的好喝 然后搭配上一个小点心 你就可以度过一个非常臭的露营啦 好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做一个搭配的小点心 Cream Cheese里面加少许的盐巴 适量的黑胡椒 再加一点Halapeño 就是墨西哥的辣椒 腌制辣椒 用它的酸度跟辣度 这样子搭配我们Sanguilla的点心 就完成啰 然后腌制水果 慢慢的放进来 白蘭蒂 好 然后再慢慢的把红酒加下来 气泡水 好 最后再放个柠檬片